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周迅点又是凭借什么获此殊荣呢 原来在抗战期间 他曾经出色的完成了71次战斗任务 击落过两架日本军机 击毁地面的日军军机达到40架 更为传奇的是 周迅点曾经几次死里逃生 最为惊险的一次是1945年的4月份 他奉命轰炸湖南冷水滩铁桥 为了击中目标 周迅点驾机低空飞行向大桥通过去 并对准目标投下了炸弹 谁知道就在这个同时 他感觉机身突然的晃动了一下 飞机瞬间就从700米的高空往下翻滚 原来他的飞机被日军的炮火击中了 发动机起火 紧急时刻周迅点及时跳伞 谁知降落的时候正好被一棵大树的树枝给挂住了 他的背部被划伤 流血不止 眼看着日军士兵就要赶过来了 情绪之下周迅点看见附近有一个水潭 赶紧忍着疼痛 跳了进去 潜伏在水草当中 这才躲过了日军的搜索 最后被几名游击队员就走 周迅点是如何成为美国飞虎队的队员呢 这还得从1937年说起 当时周迅点所在的宁波中学 因为日本军机轰炸解散了 很多学生被迫辍学 从那以后周迅点就立志要成为一名飞行员 并如愿考上了当地的航空机械学校 1941年的第15期航校流美军官班开始招生 周迅点经过严格筛选 从众多学员当中脱颖而出 就这样他在美国接受了正规的飞行理论和飞行训练 毕业之后被编入了美国十四航空队 成为了飞虎队中的一员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 周迅点作为中方护卫人员还参加了授降仪式 亲眼目睹了日本战犯 刚尊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 新中国成立之后 周迅点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担任新中国领导人的专机机长 1970年7月周迅点去世 十年四十九岁 实现在聚焦秘鲁 画面当中指中来总理专门给秘鲁华侨写的题词 题词是这样写的 万里外六千侨胞统筹债捐 达二百万币币 是侨胞之模范 是抗战之光荣 周总理说的这笔捐垮 正是中国抗战期间秘鲁华侨为祖国募集的 其实不光是秘鲁 抗战期间世界各地的华侨都在踊跃捐款 比如印尼华侨 马西弹是伤残人士 那时他每天都是用手代替脚爬到市区中心 为祖国募集捐款 另外还有多个侨团会馆 甚至是变卖了会馆的房产 用于捐款购买抗战供债 而那个时候 美国的洗衣工们更是组成了华侨医馆联合会 为祖国四处募捐 他们在全纽约的几千家洗衣店设立募捐箱 上面用英文写着救助中国难民 后来每个华侨餐馆和商店也都放上了这样的募捐箱 七七事变之后 洗衣工们还把抗日传单放在了每一件洗干净的衣服口袋当中 或者亲手交给来洗衣店的顾客 这些抗日宣传单就这样进入到了千家万户 在美国民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 抗战期间的华侨贡献共约国币50亿元 以1939年为例 当时的全国的军费支出大约是18亿国币 而那一年海外侨胞的义捐和侨贿就达到了11亿国币 超过了军费的一万 抗日战争胜利期值中年之境 也让我们向这些千千万万默默无闻支持祖国抗战的海外侨胞之境 视线转向伊拉克 我来看 最近有媒体刊登了这样一张照片 他们在报道中说 伊拉克志愿军日前抓获了照片上的这名中国男子 说他是伊斯兰国组织当中的一员 那么事实究竟是如何呢 经中国驻伊拉克使馆证实 被扣押的这名男子 其实是中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研究生 几天前呢 他在伊拉克什叶派古迹所在地萨迈拉被军警逮捕 虽然呢 具体原因呢 还不清楚 但可以确定的是 他和恐怖组织没有一点关系 是来伊拉克考察历史遗迹的 为此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呢 向伊方提出 希望能够尽早的送还学生顺利解决该事件 北大方面也表示 将继续与相关方面保持联系 尽全力保障这位同学的安全回国 视线再转向西班牙 您现在看到的是2013年底 西班牙电视舞台在跨年晚会上的一个小品 小品里呢 这个扮演华人跑堂呢 是西班牙演员 不断地用夸张的语言和动作啊 对待餐厅里的客人 不仅是极尽丑话 抹黑华人 还暗讽华人餐馆里啊 竟是什么猫肉和狗肉 2014年的5月份 西班牙电视舞台呢 又在一档清喜剧当中 公然出现了 华人与狗不能入内的荒唐招牌 电视舞台多次在娱乐节目当中 拿华人开涮 羞辱华人的行为 彻底激怒了吕西华人 西班牙志愿者之家 随后呢 一纸诉状将西班牙电视舞台 告上了法庭 尽管目前案件呢 还没有完全其案 但是呢 日前 电视舞台播出了一个 讲述华人正面形象的专题节目 这被外界认为是 抛出的和解橄榄汁 来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名为 西班牙的中国力量的专题啊 是西班牙电视舞台 在7月9号播出的一个节目 可以说整个视频都是积极向上宣传华人的正能量 记者在视频当中啊 拍摄了在马德里各地的华人店铺 还采访了路人对华人商业的发展 以及对华人商店和商品的看法 协议称 华人服装店的服装物美价廉是西班牙市民的首选 华人在西班牙的社会地位已经是越来越高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在西班牙经济危机当中 华人是唯一的一个没有受到影响 并且茁壮发展的少数移民族裔 最了解呢 电视舞台在接到了诉状之后啊 非常的紧张 当即发函 要求进行协商和解 并一再声称啊 这个节目啊 不是故意羞辱在西华人的 而是呢 文化认同理念方面的一些差异 对于电视舞台释放的这个善意信号啊 旅居西班牙的华人社团表示 受到非常大的鼓舞 西班牙西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杨若兴就说 从电视舞台释放出的信号来看 他们害怕对簿公堂 因为他们羞辱的不是个人 而是一个群体 而且是一个日益强大的群体 这与言论自由没有任何关系 从这一事件呢 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那就是只要华人紧密的团结起来 用法律作为维权手段 完全能够改变一些对华人有误解的群体和媒体 视线再来聚焦以色列 画面当中蓝色衣服的这位男士呢 高兴的唱着歌 旁边的小男孩啊 是他的儿子 双手抱着一个巨大的镜头 一群人热热闹闹的往前走 那您知道这是在做什么吗 这个啊 是在以色列枯墙前举行的一场犹太人的成人礼 您再仔细看 人群当中啊 还有一位中国小伙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这个小伙子啊 名字叫做北石 贵州人 今年27岁 他呢正在进行一场跟青春有关的环球旅行 他要去看一看世界各地的年轻人 他们都在做些什么 他们的青春有何不同 那么他的想法从何而来呢 北石是贵州人 2012年到北京发展 当时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可让他头痛的是 父母啊 一直在催婚 而他也面临着买房的压力 北石心想啊 自己不过才20多岁 我的青春要这么过吗 全世界和我一样的年轻人 他们都在干什么呢 就这样 他辞了职 背上包出发了 他走过了十几个国家 见过很多年轻人 可让他印象最深的 还是不同国家的成人礼 北石说 和中国不同啊 在以色列 男孩长到13岁 女孩长到12岁 哎 就算是成年了 成人礼上 家里的男性成员 会陪着孩子 抬着金筒 绕枯墙去走一圈 当孩子读完经之后啊 再将这个金筒 放回到枯墙前的金柜里 最有意思的是 当他刚刚靠近庆祝的人群的时候 就被枯墙外的糖果砸了个正着 原来啊 由于宗教规定 女性是不能进入到男性祈祷区的 所以男孩子的母亲们呢 会在这个场外向成人礼上的人们丢糖果 表示庆祝自己的孩子爱成人了 而且呢 据说被砸中的越多 就表示你越幸运 与以色列不同 俄罗斯人呢 则把高中毕业这一天 当做成人的开始 每到这一天啊 俄罗斯呢 可以说是举国欢腾 而且呢 在圣彼得堡 他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做红帆节 当晚 一艘象征着激情 梦想幸福的红帆船 在涅瓦河上行事 成千上万的毕业生 换上最时髦的衣服 自豪的步入成为阶段 虽然我现在27岁 但是我要永保持继续的心态 用一颗热爱生活 热爱生命的心去 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 让我们一起高红 青春万帅 接下来 北时呢 将继续穿越欧美 一路抵达南极 他希望在见证 别人青春故事的同时 也向世界分享 中国的青春故事 祝他好运吧 目光 再来聚焦挪威 来看 画面中间的这位女士的名字 叫做余盈 今年30岁 您知道右边的这位女士是谁吗 她呀 是挪威公主 玛莎路易斯 那么 这张照片背后 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来告诉你 余盈呢 是一名环球采访者 但是呢 她只问采访对象 一个问题 那就是 你的梦想是什么 在她采访的 一百多个人当中 她印象最深的 就是挪威公主 玛莎路易斯 采访当天呢 余盈提前半个小时 就来到了门口等待 十多分钟之后 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女士 端着两杯咖啡 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微笑着跟她打招呼 你要进去吗 余盈挺纳闷的 就回答说啊 自己过15分钟 再进去 结果呢 这位女士又问 你是不是有一个采访 余盈吃惊的说 你怎么知道呢 您是公主的助理吗 听到这儿 那位女士大笑起来 她说啊 我就是 Masha Louis公主 惊讶的余盈 压根都没想到 眼前这位穿着牛仔裤 高跟鞋 背着一个小胯包的女士 居然就是 Masha公主 在采访当中 Masha公主呢 告诉余盈 其实呢 她的梦想很简单 就是希望世界上的所有人 能够敞开心扉 真心对待她人 那说到这儿呢 您可能会好奇 余盈是怎么会约到 Masha公主接受采访的呢 说起来很简单 余盈听说 Masha公主呢 主动放弃王位继承权 却去开办了一家学校的故事之后 觉得很有意思 于是呢 就找到了 Masha公主开办的 这座学校的网址 发了一封邮件 不过呢 一开始并没有受到回复 她又陆续的给对方 发了三封邮件 没成想啊 竟得到了公主助理的回信 公主同意见你 问了别人这么多梦想 那余盈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呢 2009年 澳大利亚昆士兰旅游局 在全球选拔大宝礁看护员 那个时候 亲眼看到大宝礁 就成为了这个24岁 重庆姑娘的梦想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她拍摄了一个 一分钟的视频 发到了官网 从35000多名参选者当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当时唯一入选的 中国姑娘 当从大宝礁回来之后呢 她就辞去了模特助理的工作 因为余盈觉得啊 这个时尚圈的浮躁 经常让她感到非常的空虚 她要继续出发 和全世界的人们谈一次梦想 视线再转向美国 近年来美国发生过多起华裔老人 遭其他族裔年轻人恶意攻击的案件 比如去年啊 就一位61岁的华裔老人 被推下地铁站台 被列车撞死 前不久呢 又有一起悲剧在美国波士顿发生 72岁的华裔老父雷玉珍 在埃塞克斯街 被一名24岁的非裔女子推倒 由于头部撞到了水泥地 雷玉珍的脑部严重受伤 送医后抢救无效身亡 目前呢 涉案的非裔女子已经被警方逮捕 被控以恶性攻击和伤害 60岁以上长者等罪名 当时啊 一名正在附近拍片的摄影师 目睹了整个案发的过程 她将雷玉珍送往附近的医院之后呢 还协助警方找到了逃离现场的 这位非裔女子 目前这个案件呢 还在取证当中 并将于8月5号开庭审理 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在美国的华裔老人 出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尽量不要单独出门 要避免与陌生人发生冲突 以防意外发生 目光再转向加拿大 加拿大多伦多华人买房被骗的事件呢 又有了最新的进展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前不久啊 这个二十多名华人业主在当地的一个公园内举行集会的画面 他们表示已经要求安大略省律师工会协助追讨赔偿 据了解这个律师工会主要有两个部门 一个是审计部门 一个是赔偿部门 一般是由审计部门啊 对所有证据资料来进行调查 再由赔偿部门跟进 目前安大略省这个律师工会呢 已经开始着手调查这件案子了 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起案件的始末 2010年加拿大的一家房地产公司 公开销售多伦多央街的两栋商住两用大厦 由于地段不错 先后一共有130多人向这家公司交了购房定金 定金总数达到了1600多万加元 折合人民币约8000多万元 这些购房者当中呢 也包括不少的华人 2014年夏天 这些购房者突然发现 这个楼盘已经被转让给了别人 之前的承建商也没了踪影 后来警方调查发现 这家公司的钱款呢 被开发商的韩义律师米瑞亚刘不当挪用 虽然警方呢随即将他正式拘捕 但是呢由于加拿大法律规定啊 被告人可以申请延期预审 所以直到现在 这名韩义律师仍然没有出庭应讯 甚至连他的辩护代表也不见了踪影 在这次集会当中 有业主表示 这次烂尾楼事件反映出了加拿大司法 仍然存在着漏洞 希望可以及时弥补 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目光再来聚焦日本 这是最近呢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的 在日桥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座谈会 来自东京横滨等地的部分 华侨华人团体负责人旅日学者和留学生人员等 都出席了当天的座谈会 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说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啊 是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 日本侨界代表也表示 铭记抗战历史啊 不是为了延续仇恨 而是为了防止日本国内 有人试图美化歪曲 甚至是否认那段历史 同时呢 他们也希望在生活当中 能够积极的为中日民间友好交流 做点事情 加强两国人民的沟通和了解 再来看南非 最近一位华人司机 在约翰内斯堡的高速路口处 遭到了一名劫匪持枪抢劫 他所驾驶的汽车被劫匪抢走了 当事人说啊 那些晚上呢 他的车行驶的过程当中 压到了一块异物 车胎瞬间就给爆掉了 正当他想换轮胎的时候 就被突然窜出来的这个劫匪给抢了 在这里呢 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也提醒大家 这看似碰巧的爆胎事件 其实啊大多是劫匪故意设置的路障 为的就是迫使司机停车 趁其不备 实施抢劫 所以呢 广大华人还是要避免在夜间出门 如果遇上了类似的情况 要留个心眼 不要急于下车 如果遇到了突发情况 可以及时的和警方取得联系 寻求帮助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的就是这些 接下来走进华人故事 来看这张图片 你看 这体格 这肌肉 那是杠杠的 你能把这样的形象 跟老人这样的字眼联系起来吗 来看今天的节目 在香港沙田的一家健身房里 记者见到了高文安 他正在坐着每天一次的锻炼 我们无论如何 也无法把眼前这个人 与72岁的年龄联系在一起 高文安告诉我们 健身是他从年轻时就有的爱好 但是一直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训练 直到1993年 他50岁生日时 暗自做出一个决定 他要花三年时间 走一条专业健身的道路 三年时间我没有油 没有吃油 没有吃盐 没有吃糖 全部都是白足 三年 而且健身教练是24小时盯着我 一天吃六顿饭 一天去年两次 三年后 他发布了一组写真 照片中 他八块腹肌 清晰可见 身形状态一如小火 这就是他苦练了三年的最终成果 那么他为什么要53岁的时候选择练习健能呢 我觉得我往后还有很多路要走 我希望我的健康状态能够容许我走得更精彩 是超乎一般平常能的好 这样才可以让我往后的路可以更加的把工作做好 高文安的本职工作并不是一位健美先生 他是香港非常有名的室内设计师 他的理想就是要把室内设计工作做到100岁 50岁时 他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些下降 为了能更好走完这条道路 他才做了这样大胆的决定 在高文安众多的室内设计作品中 香港半岛酒店嘉林楼是他非常满意的一个 这座酒店位于尖沙嘴的舒适巴厘道 有80年历史 嘉林楼是里面唯一的一家中餐厅 1986年 这家中餐厅进行了翻修 高文安为他们做了设计 他的风格应该是一个什么 风格就是叫做Art Deco 他用很多的颜色玻璃 而且它的颜色玻璃的线条都是用图案子的 所以我就把它做成的图案子的线条做出来 那么这个我们都要把这个打开 做了两层楼 主要还是让楼上的客人 跟楼上的客人可以互相复印 在这间中餐厅里 高文安运用了大量玻璃 木头 石头和生铁的材料 展现出历史沧桑之美 而这餐厅里的每一件装饰品 也都是他精心挑选的 屏风不要做得太花 但是也有一点风格 所以我们在屏风上面 做了一些珠子的暗花 然后只是把两支蝴蝶放上去 所以要靓丽一点的蝴蝶 我觉得这个已经很足够了 所以这些东西看上去 本来就已经有点历史的感觉了 所以你已经过时了 能够再过五年十年 没问题的 这样的设计 还只是高文安 众多设计作品中的一个 从事室内设计四十多年来 接手过的项目 多达上千个 2013年 他获得了香港室内设计协会 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那么高文安 是如何与这一行业结缘的呢 故事还要从他的学生时代说起 1943年 高文安出生在一个上海的商贸家庭 1949年 随父母移居到了香港 因为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父母对他寄予了很大希望 58年的时候 我爸就跟我说 你说你呢 还是要念大学的 那你自己来选 到底你要到出国念书呢 还是回中国念书 那个时候呢 也不懂得什么时候的建筑 所以我只可以呢 在选课的时候 我就只可以拿了一个清单过来 我就勾那些 我不喜欢的课 我就不念 结果呢 勾下来以后呢 只剩下了建筑 1962年 高文安独自一人 踏上了开往澳大利亚的航船 在墨尔本大学建筑系 学习了七年时间 七年来 高文安从没有回过一次家 他把所有的假期都用来参加社会实践和设计活动 七年后 他以建筑系第一名的成绩研究生毕业回到了香港 在家建筑公司打工 他完成的第一件作品就是自己的住宅 这座住宅位于香港的小村石澳 记者随他一起来看看 这个就是我在石澳的买的第一套房子 高文安没有想到 正是这所房子为了吸引来了生命里的第一个贵人 他从来没走进我的房子 他就从马路边上看到这种房子 就觉得有点怪 他说 高文安说你不认识我 但是我知道你住在哪 我希望我的房子也给你 帮我做卸记一下 他就在兜子里面拿了一张支票给我 这个是1975年的时候 是30万港币 高文安辞去了原有的工作 成立了自己的团队 几个月后 他为这位顾客设计的一所粉红色的房屋 出现在了十澳海滩上 高文安拿这位顾客付的费用 当作第一笔启动资金 正式进入了香港的室内设计领域 他的视野慢慢扩大 一些中高档住宅找他来做设计 这是高文安一位老友的家 位于香港太平山半山腰上 室内所有设计出自高文安之手 高文安说 他家里的很多细节都是他十分注意的 窗还是做成一个法国式的窗 有隔断的 看上去了 整个房子了 看上去就是有这种 不是住公寓了 住房子的感觉 那么从这个门关上以后 就是他们的房间 这个衣橱也是中间那个是通透的 通透的原因 可以看到外面的 可以看到外面 正因为非常注重这样细节的设置 高文安的事业一路做大 1994年他达到了高峰 但是仅在三年之后 一场突如其来的东南亚经济危机 却一下子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高文安的事业处在了生死徘徊的边缘 发展上全部停下来 基本上你说 所有的钱都没有进降 只有付出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有点彷徨 不知道往后怎么走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在泰国买了栋房子 我自己旅游度假去用的 享受的 那么要是生意不好的话 我就把房子卖掉 把钱金拿回来 也维持公司了 只有这个办法了 所以呢 也维持了好一段时间 因为基本上就没有生意啊 没有生意 所以维持了大概有五六年吧 五六年间 很多事物在悄悄发生改变 香港回归祖国之后 与香港毗邻的深圳也有进一步的变化 2003年 高文安把事业重新起步的目标投向了这里 经过三年的摸索 他在深圳文化创业园里发现了一片旧厂房 把这里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造 这个门口进来 还有那个门口进来 还有这个门口进来 也是中间的地方 我就把它做成一个咖啡厅 比较巨人气嘛 然后呢 后来呢 通过这个走廊呢 过去呢 另外一个端头呢 也是有一个庭院 我就把它做成一个面馆 所以呢 就是这栋房子的四个角落 我都用起来了 如今 这片曾经的旧厂房 成为了深圳文化创业园里 非常具有地标性的休闲区域 每天人来人往 川流不息 高文安在这里 重新找到了事业价值 他成了一个两头跑的大忙人 每天在咖啡馆 召开员工的例行会议 在角落里安安静静会图 他相信 还有更多的精彩 等待着他 好 今天的华人世界呢 就是这些 预约收看 在线回看华人世界 敬请关注 CCTV4官方微信微博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